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风人轩 我是比亚 我是Johnny 大家好 我们开始讲台务 我们下星期就休息一次 冬珠又起 冬珠又起 对啊 开心事 对啊 对啊 那我们开始了 我们马上进正题 小不宜遲 今天很多东西可以说 很多东西可以说 我们的节目其实就不会报新闻的 就讲一下 你讲了很多次 讲到口水都干了 我们会选一些特别的题目 或者可能不是那些人那么熟悉的题目 去多伦多鏗窗集 讲的 这个新闻就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上个月的二十多日左右 就是上个月左右 那就是说一个在名利多巴尔住的女人 就是 她有个老的楼 应该是老癌 老癌 老癌 她就没有 就是要有一个treatment 那这个treatment就是很贵 15萬美金 不是有錢也賣不到 加拿大是沒有的 加拿大是沒有的 加拿大是沒有要落美國衣 所以在加拿大有錢也賣不到 落美國衣15萬 加拿大有錢也賣不到 之後他就籌錢 15萬 再加上美國衣的話 是沒有醫療保險 自費 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這個科技 我們會再講一下科技 這個腦癌的科技 原來是在大學加拿大研發的 就在大學加拿大研發的研發 但是反而加拿大是沒有的 是完全沒有的 是有部機器的 但是有部機器是 怎麼說呢 加拿大還未接受這個治療的 所以其實是不能的 這部機器是 只用研究用來的 這些東西是很小心的 那個醫療機構會很小心處理的 這部機器是什麼呢 簡單講一下 原理其實原理也很簡單的 就是他新一條光纖的東西 進去腦裡 就是在腦裡轉了一個很小的洞 那他就經過光纖 就射一些雷射 對不對 那個雷射就可以 就是它不是向直射的 它是可以轉方位的 就是球體 向各方面可以射的 射完之後 一邊射 他就會一邊照MRI 就是他照腦袋 看看他的進度是怎樣的 那他的原理就不是說 拿一個Laser去殺掉那些藍細胞 就不是好像 哇 那就屈肌啦 不怕腫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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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這樣的 他就是拿一些Laser 因為如果那個瘤太大 你開刀去拿那個瘤出去 其實很危險 你要拿的 是不是 那如果自己開一個洞 去拿激光去射它 就是燒一下他的癌細胞 那它去再做化療的時候 就會好一點效果 就是理論上 是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Maritoba大學發明的一個科技 但是在多倫多 就還沒有一個可以 都說全加拿大 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還沒有一個可以 去用在成年人身上的設備 CBC就 訪問了其中一個發明者 叫做豐田 叫做土耗塔 是 豐田醫生 豐田醫生現在就去溫哥華做 溫哥華的一間醫院做 因為它是之前head這個research的時候 所以它在溫哥華的醫院 就做過大概20個類似的operation 那你就會想 喂 它做過20個operation 不是在那裏現在做的嗎 那原來不是 因為是research purpose 因為是research purpose 以來它那個是做小孩的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它這個 這個 都幾年輕的女生 就不可以 在加拿大 不可以得到這個 的treatment 其實這個是可以有很多延伸的討論 就這樣看 是一個好像很慘的一件事 它在加拿大 真的很有趣 是加拿大研發的技術 被美國拿來用 還要是收錢 但是加拿大反而不能用 這個科技就被一間公司commercialize 所以就化了它 那那個產品就加拿大的醫院 就沒有採用 但是美國醫院就買了這個技術 是啊 其實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醫療的finding 醫療的finding 你真的沒有錢就是萬萬不能 是 美國有一個好處就是 雖然美國它沒有 免費醫療保險 沒有全民的醫療保障 但是 他們那個醫療的發展是非常蓬勃的 最新的技術其實都很多會採用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 視這件事為一個 就是這樣說好像很差 或者好像很沒有醫療 但是的確在 In a nutshell 他們真的以醫療為一個賺錢的工具 是 那有些什麼可以賺到錢 那當然是 那些錢從哪裏來的 當然是有錢人 有錢人 他們有時候很多奇難雜症的話 他們可以免費 那他們可以免費 那你就自然可以免費 去買那些技術回來 去治療這些人 那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 這樣的循環 令到他們那邊那個 醫療那個 技術啊 那些都很 發達的 最新的技術 最有效的技術 那些其實他們在那邊都有齊 你只要有錢就可以 還有美國 美國怎樣都是 多一些人 多人去加拿大 有些有錢人 美國當然很多有錢人 他們 很多時候 他們不會 譬如不做善事 我捐錢去 Cancer Research 唱什麼鬼 那由於他 今天多人的關係 所以 美國 美國有的錢 去做醫療研究 是絕對比加拿大多的 其實不僅美國 在香港也是 香港其實 因為公私營病 並排行 因為有公營的醫療 有私營的醫療 自然也是有收入來源 亦都有很多有錢的人 而這個 你這樣一路一路推下去的話 其實他們那邊 在香港那邊 他們那個醫療發展 其實都 技術都很沾身 是 很多其實 你說美國 美國醫療很好 那些什麼 美國醫 去英國醫 但其實 很多時候留在香港醫 其實都 他的技術都在 可能反而比外國更好 在某些東西上 因為他聘請一些人 是 其實很多 香港是很多 醫療的 精英 我想說 就是之前盧崇茂 盧崇茂 很出名 躺在那裏 抱著膝蓋 現在就是講專業的 知識 但是 有這麼說 他在 肝臟的移植方面 他真的是權威 世界權威 這是你不能爭辯的 你不要說他 你 是私貿共產黨 建制派 你又幫政府說話 但是 那些人又有陰謀論 說他幫中共 折肝 移植器官 偷偷器官 是啊 陰謀論 我又不會說 他否認這些 但是 你也不可以否認 他的確是肝臟權威 這個不能爭 他也做過很多 很breakthrough的肝臟移植研究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人 做一些公職的時候 就會很疼 所以說真的 你有自己的專業 你不要去做政府 做回自己的行業 就行了 無謂 你做這行業 有很多錢 自己喜歡的 你又有地位 你去做政府 被人罵 所以有些名字都被人罵 杜曉鵬是其中一個 徐立芝也是 徐立芝是以前 香港大學校長 徐立芝同 他說了兩種大聲 忘記了 忘記了 徐立芝同UT有關係 對 不止UT 徐立芝出名什麼呢 我忘記了他不是醫生 但是他是一個研究 他是大學做研究的 他是一個professor 是 忘記了是否醫生 好像不是 但是他就是做什麼研究 他是做基因的研究 而他最 其中一個 一個很大的貢獻就是 他對於這個 Cystic Fibrosis的研究 簡單 遺傳學 即是基因研究 港大校長 港大校長 不是醫生 做了很多遺傳 是的 他的研究就是 他找得出 因為Cystic Fibrosis CF 是 小孩子一個很容易 遺傳病 遺傳病 雖然是很 遺傳病 雖然是一個很 罕有的病 但是也是他的死亡率很高 很常小孩子 確診了之後 都不會活過 不會成癮 因為他會令到你的肺 不斷有痰 出現 然後痰會塞住你的肺 令你呼吸不到 而這個東西是 不可能 你不可以靠它去醫 而他去到最後 就會令到你的肺 有感染 有肺炎 然後就死了 而他的貢獻是什麼 他的貢獻就是找到 Exactly 哪一個基因 去令到這個人 令到人有Cystic Fibrosis 是 而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Big Flu的研究 因為你 之後你就可以研究一些藥 去Target這個基因 當然這些仍然在研究 但是他也在這個方面 做了很大的貢獻 他之後 SARS方面 他也有很多 的成就 很多的貢獻 這樣 所以就 雖然他都投局 但是 但是你不可以否認 他是 即而 他在醫學上 在生物科學研究上 他是有很多 很大的貢獻 還有 其實你想說 我想說就是 他其實在多倫多做了研究 他跟UTO的關係 他也跟Sick Kids Sick Kids 其實那個研究他也有多人多做 他在Sick Kids那裏也有 有關聯繫 其實我想說 我在University Avenue 就是University College 堆落 University Health Network UHN 其實UHN是有很多 很多 很精英的香港人 在裏面做研究 不論是醫生 藥劑師 或者其他的科研人員 其實很多都是香港人 可能是有些是香港的移民 或者有些是土生的 香港後代 但是很多是香港的人 他們在多倫多做醫學研究 是很有成就的 所以其實 不要 不要小看香港 香港人 所以說香港是一個優秀的民族 很法西斯 但是也是 文化上 是一個優秀的民族 是的 OK 我們說回 剛才 美國 為什麼美國可以 那麼多錢 可以 投放了資源 加拿大 加拿大少 應該說加拿大少 加拿大 稅收不太多 政府的budget有限 放在醫療方面 要選擇 其實早幾集都說過 加拿大 很久沒有增加過 增加過醫療的budget 我之前 早幾個禮拜說過 安傘終於加了budget 但這個是 加很少 而且 他也是 很久才加一次 所以 對於budget來說 其實都是窄的 而且因為加拿大沒有私營 全部供應 要靠稅收 是的 所以他們全部醫療的收入 醫療機構的收入來源 根本上是全部來自政府 所以你很難 所以你很難 很難 很難引入一些新的技術 即是就算他在 Manitoba 出產 發明 這個所謂的技術 因為 人家發明了 人家都要 吃飯 你都要給他錢買 即是在Manitoba發明 不代表是屬於Manitoba 是的 這個不是共產國家 不是所有東西都是公有的 國家立了他 也要尊重他的知識產權 是的 沒錯 雖然CBC報導 這個新聞 但其實 都有一些標題檔 是的 有些標題檔 其實CBC不是左膠嗎 政府的CBC OK 那裡面的人呢 裡面的人是怎樣 我不知道 就是這樣 其實我想說 究竟好還是壞 這件事 即是我們這樣 build up 我們這樣引言進去 我們說是Manitoba出來 但是什麼都會用不到 接著又在那裡 在那裡說 美國 醫療那麼先進 那麼尖端 因為他們有私營 即是說得好像 我們很差 這個私營 好像覺得公營 百害而無一利 但是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 即是現實一點來講 你拿回經濟學來看 究竟這個 方法 這個 那麼新的技術 當然不斷有新的技術出來 是 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們那個性價比 是 你究竟 扔那麼多錢 去買這個技術 是不是真的幫到很多人呢 我們現在講一下價錢 現在 我們還沒計 一個 capital investment 即是一開始 那個 那個投資 那個醫院 要做的投資 但是呢 每一次 去塞一個光纖 在病人的腦上 每一次 要是 12000元 這個只是在講 那個光纖的價錢 是 OK 還沒講過 技術的費用 要用一部機的費用 那個timeshot的費用 這些都沒計 對 對 德烏火納 對 那這些 每次12000元 這個是醫院吃的 這個不是病人 如果那個地方是公營醫療的話 醫院 在最後是政府要吃掉 所以你見美國 15萬 OK 是收得很貴 但是他收得那麼貴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成本都已經那麼貴 他自己賺也不是賺得多 因為他買那些舊機本身已經很貴 你每一次用的都是錢 是啊 所以 當你用這個角度看的時候 當然 一個 如果一個左膠 他就會爭論 這些技術 會很幫助人 或者一個盲模 一個盲模 是 他可能 就這樣看一篇東西就覺得 喂 你這麼新的技術 這麼好的技術 為什麼政府不給錢 為什麼陰謀 為什麼這麼差 你政府 就是你這麼說 但是 以宏觀來說 你用經濟學的角度去看 其實 如果這個東西 它又貴 但它又不是幫到很多人 就是 衰得這麼說 一條人命 人人是平等的 每條人命都是這麼矜貴 如果有一個方法 是可以用少一點錢 去救了很多人 versus 用很多錢 只是救了很少人 那你的logic 你當然是選擇 救了更多人 這個是 公理主義 對 就是 好像那個 火車車死 車死路鬼 車死路鬼 就是如果你的火車 你直走的話 它就車死五條人 是 如果你拉手掣 轉路鬼 它就車死一條人 那你拉不拉那個手掣呢 因為那個決定權在你手 是 如果你拉了 你就直接殺了一個人 如果你不拉 你就 你就在這件事上 不用碰手 但是就殺了五個人 那你寧願死五個人 還是不死一個人 那 就 在經濟學來講 以數量來計 他們就會說 死一個人比死五個人好 不知道經濟學 不知道經濟學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 或者加拿大 其實加拿大的 不止加拿大全世界都是 我到加拿大做例子 因為我比較熟 加拿大它怎樣去 行量 怎樣去衡量 就是一個 醫療技術 假設是一個最厲害的技術 值不值得投資 值不值得投資下去 他們用這個什麼標準去衡量 其實都是用 用用功利主義來衡量 那關於這件事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講 回到封印園第二節 我們剛才最後就講了 Trawy Problem 然後就轉了一個按鈕 然後就 錄四一個 然後就錄四五個 在現實生活上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用這個原理去找 有很多人定了幾個分析的方法 去幫助作這個決定 幫助想一下推哪個按鈕 是的 原實中其實不是推一個按鈕那麼簡單 是有一個很複雜的公式要去追蹤的 是的 而你根本在那條公式要走哪條路呢 就是有些analysis可以幫你去決定的 剛才就講到選哪一個 醫療科技去投資 或者這個政策 是一個學問來的 叫做Health Technology Analysis HTA 他是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那就是政府一個 或者政府一個專家 或者Health Economist 去決定 你究竟政府有一塊錢 尤其是加拿大政府 按這個私營醫療上面 是有一塊錢 其實私營機構都會用這個方法 都會的 因為他們都是要決定錢擺在哪裏 只是他們就 即是他們的Return 比較高 即是他們是 Based on Return 多於Based on Health Outcome 當然都會Based on Health Outcome 某程度上 但其實如果他們Return 夠了 他們都會放錢下去 所以這個HTA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就是政府用來去決定 錢究竟擺在哪裏 是 其實這個東西不單止在醫療上面 因為加拿大政府 就是很多政府 去分的項目 無論是 無論是醫療 無論是交通 無論是其他東西 起潮之類的 其實他們都要用這個東西去compare 是的 那我們講這些方法 其實是 如果你有讀過工程 如果你有讀過商科 很多科都是用這些分析的方法去做決定的 是的 其實有分三層的 如果剛才就說 如果只是以醫療來說 這個叫做 Cos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是 C Analysis C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是 就是CEA 是 那它是怎樣呢 它就是比較兩樣東西 就兩樣東西是可以對等地比較的 就是可能是 價錢先啦 首先 價錢啦 這個CMA CMA就是 Cost Minimization Analysis 就是說如果有兩樣東西 你要選哪一樣東西好一點 那你怎樣選呢 那CMA就告訴你 我最便宜的那個 是 但這個是基於如果兩樣東西出來的 結果就是一樣 假設你要做 抉擇A和做抉擇B 其實出來都是一樣的 那你付錢給誰呢 當然是付錢最便宜的那個 即是上次五眼打就問 CMA就是 那CEA是什麼呢 CEA就符合一點點 就是你要算一下它兩樣東西 它付的錢 和出來的結果 它那個有多Cost Effective 它的性價比有多 性價比 性價比有多好 即是說一個東西可能是 即是有四個可能的 假設有一個原本已經 原本已經實行的一個 一個program 或者一個本身已經有的technology 這個就是status code 那你付不付錢去一個新的technology 去replace它呢 為什麼有四個可能性 一就是他 more effective 但是貴一點 一個就是more effective 和便宜一點 一個就是less effective 但是貴一點 貴一點 一個是less effective 但是便宜一點 是 那四個決定 其實 擺到明有兩個已經可以 eliminate 就是貴一點 貴一點和壞一點 貴一點和壞一點 還有好一點 但是 不是 貴一點和壞一點 那個已經是可以不要的 而有三個決定可以選擇 貴一點和貴一點 就一定是不去那個就不用考慮了 而你剩下兩個 你真的需要去決定 就是 便宜一點和壞一點 還是貴一點和好一點 如果你有一個 和sales code比 是有這兩個 即是 either貴一點 或者好一點 或者 便宜一點或者壞一點 這個新的technology 是這樣的 你究竟選擇這個新的technology 好一點 一定是選擇這個本身 已經有的technology 或者假設兩個 side by side 你會選擇誰 那就是有 即是沒有一個 我現在不可以告訴你 一定是選擇這個 因為 一定選這個 那你不用容易一點 不用計算了 不用計算了 那就是因為這樣 你決定選擇誰 其實 很多國家都有些threshold 所以threshold就是 它會出來有一個 一個叫ICER ICER就是incremental 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這個東西就是 基本上就是cost effectiveness ratio 就是cost minus cost A minus cost B over effectiveness A minus effectiveness B 你掉了 我忘記了 成價比 成價比 就是出到一個數字 是 如果那個數字 即是 那個數字是高過 你 你心裏設定的數字 是 那它就不會是cost effective 是 如果是低過的 那就 less cost effective 不同國家都有不同的threshold 通常都是基於GDP 就是有些國家 GDP的幾倍就是我的threshold 如果高過它 我就 就好 如果低過它 就不要了 如果GDP越高 那你自然 你的threshold也越高 那你可以include到的東西都是高一點 就是好一點 美國就是這樣 美國 可以做到什麼 這個就是ICER 而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其實concept上很簡單 但實行上 不是真的有那麼多東西可以比較的 假設 剛才說的cost effective analysis 兩件事是有得比較的 就是例如 這次藥A和藥B 它們兩個降低血壓是多少呢 就是這些數字上 可能一個是降低10個unit 是 另一個就是降低20個unit 但是第一個就便宜一點 第二個貴一點 那你就怎樣呢 然後貴多少呢 那你就 那個cost difference 和那個effectiveness difference 因為effectiveness 它是同一個unit 你可以就這樣減 很容易減 都是數字 如果是高了GDP 就不要低了 就是不簡單 但是有另一個東西就是 有些東西可能是不可以這樣計 例如你付錢去買一個新的 或者分一個program 究竟你的program 你是用來去幫人 去醫某一種病 可能是糖尿病 你分一種program 去研究糖尿病的更新的治療方法 還是研究另一種病 可能是高血壓 或者可能是在教育上做多些事情 或者你把錢丟到醫療上面 還是丟到教育裡面 令到他們健康一些 或者你把錢丟到家庭 或者直起醫院 可以是完全不同 不關事的東西 因為這些錢都是同一個source 那你就一定要去分錢是怎樣用的 而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剛才所說 如果是compare兩個program 就有一個東西叫cost utility analysis 如果我們再橫觀一點 就是說 旅行不關的東西 是醫療和蓋路 那就是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是benefit整個社會有多少呢 也有他們自己的計算方法 那我想 主要我們今天常說的就是focus 是CUA Cost utility analysis 這個講得明白了 就是maximize utility 所以就是用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 沒錯 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他們的主要分別就是 他的outcome是怎樣量當 因為計算方法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 都是用回剛才的方法 cause effectiveness 只不過是他的outcome 這個東西其實是 很多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方法 去 不同的preference 去覺得 outcome應該去用什麼呢 就是你很難量的 對 很難量的 譬如 你長命 你長命是100歲的 但是你100歲是病的 就是例如 例如 你假設我剛才說 糖尿病高血壓 如果你付錢去分一個 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exemple 因為有糖尿病的人 通常都有高血壓 OK 不過anyway 你當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是 當是mutually exclusive OK 假設你分這個program 幫糖尿病人 但是他 可能他是活得長命 可能是可以長10年命 是 就是 on average 受benefit的人可以長10年命 據說那個人可以長5年命 是 是 那你覺得 就這樣看就好像10年命 比較好 但是又不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10年是 睡醫院的 是睡醫院的 很辛苦的 每天要去洗腎的 每個星期洗腎的 那些人 是 生不如死的 趕身 反而可能是 另一個group的人 如果你分那個program 雖然只有7年命 其實他們可以有自由活動的 可以有自己的正常社交 可以照顧到自己 有正常生活的 那這個呢 怎麼算呢 是怎麼算呢 就有一樣東西叫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是 CANY Q-A-L-Y 那 他就是計 其實都是一個weighted average 是 你當 每年 假設1是最高quality 0就是 0 就是沒有quality 你每一年就乘回那個數字 可能是你7年 可能是在10年裡面 第一年 過得很好的 是1的 但之後開始洗腎了 一跌 之後那5年跌到3 最後那幾年跌到1 那你就乘回 第一年 2乘1 最後那5年 5乘0.3 剩下那些就乘0.1 然後加起來 這個就是 這個program所得出來的 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 是 而同一道理 另一個都可以這樣算 然後去到出來 就compare這兩個outcome 是 那這個就叫 Cost Utility Analysis 這個呢 就是 會比較容易點明白 比較容易點去對比 因為你 很多東西都是 不可以用數字 如果就是把這些質量 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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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數字 可以塞進對方的 人家計算 不過這件事 其實也一樣要做一些 質量 分析 對 原因就是 因為你 設定 這些 weight 的時候 其實 都 某程度上 都會有 一些主觀的成分 所以去到最後 就是要有很多研究 在後面 對於真實data 你真的有些病人 可能 有很多方法 可以做問卷 你可以問問他的 Caregiver 問問病人 本身 或者看看 其他客觀點的數據 例如他的 Depression score 或者精神 那些 你用那些去計算 但是你要有很多 這些data 你collect data 其實你本身 都已經 有很多工作 做幾年 都是有很多 事情要做 所以為什麼 adapt新技術 尤其是供應醫療 adapt新技術 是這麼久 很小心 因為他們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他們的錢 你真的要知道 那些錢去了哪裡 是不是真的值得 是 然後 是否真的 benefit 到這麼多人 而 benefit 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 有好的 quality 在這裏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要計算的 那 我們如果把這個 idea 拿回去 剛才我們開頭說的 brain surgery 那個 腦癌 那個治療方法 是 他雖然是一個 很暫時治療 他們成功率也很高 是 他的副作用 他那個 他對於 病人的傷害 也都很低 是 但是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麼高的性價比呢 當然他出來的 quality adapt新技術是非常之高 因為你醫療了腦癌 他之後的生活也是非常好 他做了20個 每個都很難的 是的 差不多100% 是的 如果你真的去到癌症治療 其實你focus 不單止要在 他的 outcome focus也要在他的副作用上 即是無論是化療那些 如果他可以減輕化療的負擔 其實是對於那個病人的 quality 那個quality of life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這個方面 如果用這方面當然是好 但是不要忘記那個計算方法 仍然是有價錢在裏面 你的價錢 是不是真的值得這個 這麼好的quality 即是quality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他價錢 一樣那麼高的話 或者是高過他 的quality 所值得的價錢 這個其實是不值得的 很簡單 你100萬 當部機100萬 但是如果100萬買其他東西 可以救更加多的 癌症病人 所以 我們說漏了一樣東西 就是政府 當他們計算這些東西 他們要計算 population 是的 即是你可能是 很好 他價錢 性價比也好 但是他只能幫助10個人 因為你想想他那部機 他那部機就是 給一些 如果老癌 是太大的 癌症 太大壓 太危險去開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 很小部分 是不是 所以說 其實跟Trolly Paul一樣 你救了10個人 當然那10個人的命 是非常之珍貴的 但是當你投資 去救這10個人 可能你就少了錢 救其他100個人 是的 你這樣 在倫理上 你這樣說沒得通 那10個人有媽媽生 難道那10個人沒有媽媽生 如果作為那10個人 其中一個人的親屬 你當然會覺得 如果沒有這個 如果有這個技術的話 我的親屬就不用受太多苦了 但是你又這樣想 如果那些錢去了 去研究你那個親屬的那個 那個醫療的那個技術 就沒有了錢 可能這些錢是可以救到更多人 是 因為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去給其他的病 是更加 同一塊錢可以救到很多人 而他們那麽多人 如果他們的錢去了你那裏 就救不了他們 而這件事其實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為什麼 很多新的技術 在加拿大反而是沒有採用 而當你是那個人 當你置身其中 你自己的角度看 當然是 很可怕 我不是否用這件事 當然你是慘 你是一個悲劇來的 但是同時間你的悲劇 如果假設你那個成 因為這件事 那些錢去了你 你沒有了這個悲劇 但是同時間可能做就多10倍 那麼多悲劇 在其他人身上 這個也是不是你想發生的呢 所以這個就是這件事那個 那有什麽解決方法 什麽解決方法 現實就是這樣 你有什麽解決方法 我沒有什麽解決方法 我支持有私營的 其實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私營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公私營並行 公私營並行有其他衍生出來的問題 當然 因為公私營並行的話 公營的 即是他對於那個 沒有人才的流失 人才流失 一來 二來他們公營的資源也都會 會磨掉 會流失了 會去到別處 當然 我覺得不單是錢 土地資源 人力資源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會分薄了 令到真是有需要的 即是本身公營醫療已經是少錢的 你有私營的話 本身這些 無法付出私營的東西 保持住在公營裏面 而公營的錢就越來越少 資源越來越少 人才越來越少 其實他們都會受苦的 香港不是這樣 對 香港簡直是表表者 九成的病人都在公營醫療裏面 但是錢大部份都是私營裏面 所以今天實際完全是 那些厲害的醫生在世界醫院 完全是貧富懸殊的 其中一個manifestation 在醫療上 所以這個也會是一個問題 那就是有時候看這些新聞 你又不可以這麼快就這麼結論 有個解決方法 其實都是政府去支助這些公司去成立 因為他這間公司其實都是美國的公司 而且說真的你回到他 回到他開始 那個人他說在加拿大沒有這個技術 但是美國有 但是美國要付這麼多錢 他潛台式就是說 如果加拿大有 我不用付錢都可以有 其實他根本上都是不想付錢 他沒有錢付 是呀問題 但是問題是 說真的如果你真的貪 不是貪 或者可能真的需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一個這麼貴的技術 說真的你 其實去到最後 你付的錢都一樣 只不過是你付和其他人付的分別 是呀 這個就是問題 其實我們加拿大付稅很高 所以當你要求加拿大 有免費醫療的時候 你同時也不可以要求加拿大 有這麼多這麼好的東西 這麼新的技術給你 因為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有新的技術 但是你又不想付錢的話 你想付錢的話 一直有新的技術 不想付錢的話 你會繼續供應 他 說真的他都做不到什麼 因為他根本上 沒有那麼多錢給你 沒有錢 投降債沒有錢 你又沒有錢 政府又沒有錢 當然沒有 是呀 是不是 你沒有錢 你不可以預期政府有錢 去買這個東西給你 因為政府的錢都是付錢 政府的錢都是付錢 你沒有錢 政府都沒有錢 政府用得錢 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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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適 這個就是那一回事 對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其實說真的 加拿大的醫療來講 我之前也提過 其實藥物 和 即是根本上歐歇不包的東西 歐歇是 特別是安生的 但其實 Universal Health 其實是大同小異 Universal Health 不包的東西 其實都是私營的 無論是牙科保健 公認醫療 包的醫療服務 可能是某些 炎血 那些之類的東西 炎血服務 還有藥物 藥物也是不包的 在這些地方 其實 Private Insurance 是發展 有發展空間很大的 在那些地方 相對上他們的發展 相對上他們的發展 是比起其他 避免的醫療服務 是 避免的醫療服務 包括所有醫療服務 都是避免的 所以 醫療的醫療服務 就沒有那麼尖端 但是如果你去到牙醫 根本上去到藥物 其實加拿大買的藥 或者你可以在加拿大買到的藥 其實可以很新 很快就有 為什麼要說 因為 假設你的醫療部門是避免的 你有錢給 自然就有貨給你的 是 有錢給你 就有貨給你 所以 有人做Research 有人做Research 所以 這些最新的藥物技術 是可以很快就流出 加拿大使命的 反而 其他醫療上 即醫院上的服務 就沒有那麼快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去到最後還是錢 是 OK OK 那 今集就到這裡 對 就是 叫做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 讓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 這些這樣的所謂 就是醫學發展 醫學發展的技術的運用 其實背後不是真的想像這麼簡單的 去到最後其實都是 真是 就是你沒有錢 有錢一萬了 沒有錢一萬了 不是錢不是萬了 但是沒有錢一萬了 所以 有時候看這些東西 你留下了一層 就是保持自己健康的盡量 是呀 這個最容易是最便宜的 其實是呀 最cost effective 是呀 OK 就這樣 下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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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